那人那生那身共吻 一朝踏入小鎮 听风听月听惊复阵 命运为爱我们 你且看岁月问梦 悔念你付诸半生 红墙下空流云人 等夜深 等永恒 若时间风云涌天下流亡 我随你通往 过千山 心弯将我爬满 幻莫伤化在岸 爱与恨 太凌润 千看沮丧 从心云为难 春秋长 终能与你浪迹红尘 一旦 殿下 太后唤我 再过去一趟 那我也先告辞吧 静儿难得睡得这么香 也不哭闹 你就多陪陪她吧 可你们都走了 就剩我一个人 不太合适吧 阿妩 我去去就回 阿妩 太后殿下 你最近太操劳了 可要多多注意身子啊 子龙刚刚登基 我能不操劳吗 也不知道她那边现在怎么样了 太后殿下 丞相到了 知道了 你下去吧 是 太后 不知太后 不知太后唤臣来有何要事 我请你来就想问问 豫章王削减兵权的事情 丞相怎么看 欢迎太后 听说豫章王自请回宁处 皇帝应该利用这个大好的机会 将豫章王的兵力 慢慢地化整为灵 分而置之 慢慢地 到底有多慢 自然是不动声色 先由氏族掌握了兵权 唯有如此 氏族与寒族 才可以互相致好 若是你说的权衡之道还未实现 豫章王就先反了呢 这 不如直接斩草除根更方便 太后 此不可呀 现在不除 待到何时 一旦她做大 皇帝必被牵制 只是万一失守 激怒了豫章王 太后想过没有 如何收场 丞相你怕了 臣是怕了 但臣怕的不是我温忠室 个人一己私立私愿 而是担心一旦失守 社稷刚稳 皇帝韬光养晦 卓有丞相 但此时 根本不是豫章王的对手 一旦豫章王大兵压尽 谁来退兵啊 就算丞相反对 现在已经为时已晚 我真希望 现在豫章王已经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 成不成 这两天 就会有消息传到京城 太后 太后 若是成 恭祝太后 皇帝 除掉了一个心头大患 若不成 豫章王发难 臣愿意 与太后 皇帝 共同抵对 太后 为常 与京城 不过一日 臣 现在就去准备 臣现在就去准备 坏了 对 有点 很高兴 有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小皇子 不能睡 不能睡啊 小皇子 不能睡 不能睡 小皇子 不能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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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干什么 小皇子 把孩子放下 你刚才说什么 婢子什么也没说呀 婢子只是看小皇子在哭 过来哄他的 我看见你干什么了 婢子 婢子 你为什么虐待小皇子 婢子没用 你说 阿妩 怎么了 婢后殿下 王妃冤枉婢子了 婢子 现在只是过来哄小皇子的 婢后殿下 小皇子身子弱 婢子心疼她还来不及呢 婢子怎么会害她呢 婢后殿下 婢后姐姐 婢后 一起来 是 这到底怎么回事 婢禀殿下 婢子进来 殿内空无一人 只有小皇子在踏上哭个不停 婢子心中着急 赶紧上线抱起小皇子哄着 小皇子快要睡着的时候 豫章王妃忽然从那边走出来 豫章王妃不分青红皂白地 非指着婢子 说婢子在虐待小皇子 若哭小皇子的 是豫章王妃 不是婢子 殿下明察呀 婢子不会害小皇子 你信口子吗 你信口子吗 王妃 郑嬷 王妃 你胆子也太大了 打狗还要看主人 你竟敢在我朝阳殿放肆 皇后 你若看到她如何对待小皇子的 恐怕你连杀她的心都会有 荒谬 这嬷嬷是我现下的老人了 她怎样 我心中自有分寸 用不着外人挑拨利剑 你不信我 殿下 婢子真的没有害小皇子 豫章王妃真的是冤枉婢子了 殿下 你胡说 我们王妃绝不会疲伴无故 冤枉任何人 殿下 徐姑姑 你过来 皇后 我谢宛如身边的人 就算是一个嬷嬷 也不可随意欺辱 今日你打了我的人 我也打了你的人 此事就此作罢 豫章王妃 你给我听清楚了 这昭阳殿 容不得你惹是生非 好 就当王儇多管闲事罢了 不过我还是要再多说两句 你说静儿 素日不停苦恼 你有没有仔细想过 平常是谁在照顾小皇子 就在刚才 孩子在我怀里睡得香甜 毫无疑啊 可是这个郑嬷嬷一进来 孩子便又哭闹起来 难道这都是巧合吗 你可以不信任我 但是我奉劝你一句 照顾好小皇子 让这毒妇远离他 我昭阳殿的事 我昭阳殿的事 不须豫章王妃操心 放心 我绝不会再踏入你昭阳殿半步 我昭阳殿的事 不须豫章王妃的事 我昭阳殿的事 你不须豫章王妃 你不须豫章王妃 王轩说的可是真的 殿下 殿下不会不相信婢子吧 这样吧 这几日静儿就跟着我 一时片刻都不能离开我的视线 到时王轩的谎言不攻自破 看他还有何话可说 是 起来吧 谢殿下 回禀太后殿下 昭阳殿出事了 什么事啊 据说不知何故 豫章王妃在昭阳殿 打了皇后身边的郑嬷嬷 皇后一生气 又打了一只跟在王妃左右的徐姑姑 这阿妩虽然从小娇养 但绝非罚护之人 就算对下人 也绝不会无缘无故地责罚 一定是他们做了什么过分的事情 这谢婉如 暂握凤塌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谁都敢动 我说什么来着 这阿妩要是当初乖乖听话 这宫里哪儿轮得到谢婉如撒野 还让我们孤子反目 可就算到了这个地步 我们王氏子孙 也绝轮不上他们谢家人来欺辱 听说徐姑姑入宫的时间 比婢子都要早得多 徐姑姑之前是跟着先太后的 是宫里的红人 后来长公主出嫁 先太后不放心 就把徐姑姑指去陪嫁 要论资历 这宫里谁也没有她老 那郑嬷嬷算什么东西 那太后殿下要不要去一趟 我真心希望 她还会像小的时候那样 受到欺负 就到我这儿来告状 静观其变吧 皇后怎么能这样 我们王妃 明明是为了小皇子好 却被倒打一耙 阿玥 这是在宫里 要谨言慎行 阿玥 莫给王妃掌麻烦 我 我就是生气 心疼徐姑姑 徐姑姑最早 乃是先太后身边的女官 这些年 不管宫里宫外 从未有人对徐姑姑不敬 就连太后 也对徐姑姑礼于有加 即便是皇后 也不能如此欺负人啊 我俩宫中老人 经历的风雨多了 早就看明白了 就是整个天下 也没有不受委屈的人 贵如皇帝太后 也皆有无奈 王妃 王妃一直很心疼小皇子 她总说 小皇子很像她那个没有缘分 不曾见面的孩子 若是王妃的孩子黯然出身 现在也该差不多这么大了 郑嬷嬷 究竟为何要害小皇子 这说起来 她是先谢贵妃身边 陪伴最久的老嬷嬷 现在在皇后跟前 又得到重用 据说她儿子儿媳 也都在谢府当差 宫中盛传 小皇子先天不足 昼夜啼苦 身体越来越弱 前段时间 宫里的太医 把小皇子的饮食 衣物和身体 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 都没有发现什么异样 可是谁都没有想到 只要小皇子一睡着 他们就去反复惊扰 让小皇子哭闹不休 正如你们所说 这个郑嬷嬷 她跟谢家的关系 是唇齿相依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殿下 殿下 又有何事 但是 小皇子这会儿子应该是尿了 婢子下午 刚取回小皇子的贴身衣服 婢子先给她换上吧 好吧 婢子 婢子 婢子知道 豫章王妃的话 殿下您还是听进去了 不过婢子都明白 小皇子 小皇子是殿下您的命根子 理当如此谨慎 只是 婢子对您和小皇子 一直都是尽心尽力的 相信殿下 婢子 定然会还婢子一个清白 嬷嬷 你也别多想了 静儿这几日跟着我 你正好 也可以休息休息 睡 睡 我 皇后殿下 您该用膳了 殿下 您已经在这儿守了两个时辰了 都快用膳了 还是霓裳来吧 都下去吧 你说静儿素日不停哭闹 就在刚才 孩子在我怀里睡得香甜 毫无疑恙 可为何照顾他的人一出现 孩子便又哭闹起来 难道这都是巧合吗 你可以不信我 但我还是要奉劝你 照顾好小皇子 让这毒服远离的 快 快 绝哥 堂不 快 带来的石头 来了 来啊 来啊 快点啊 来啊 丞皇宇郑下王 你是我人在 咱这地方只不会出任何纰漏 快去 是 将士们 先守住地坊 只要我们在 先不让他过去 咋 拦住 快 现在 抓紧时间 好 快 这边 站住 打 快 苏姨伯 快 快 苏将军 上来 太危险了 将下王敌怎么来了 站住 这里实际都有决定的危险 快走 带他走 带他走 快 快砸 来人 把苏将军都拉上来 我不走 快点 赶你上来 太危险了 快点 快 砸 我不走 快 苏将军 苏将军 你听我说 说 说 你听我说 我已经调查清楚了 洪水看似很大 不过一击又下降的趋势了 只要再撑一个西辰 就能躲过这个洪峰 此话当真 当务之急 先趁人 把那些沙石 钻到马车之上 只有这样 堤坝才能滴住洪水 好 我们试一试 将士们 把沙石抓住马车 快 抓住沙石 把沙石抓住马车 快 沙石 撞马车 快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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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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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走 走 わ wild 小 lipstick 走 走 快 走 走 family 把羊?. 大王 方才京中来人 送来一封太后密信 好 你下去吧 是 吃饭了 沁枝 小禾 这孩子 沁枝 小禾 今天才走多远就把他们累成这样 这要是搭起仗来 行了 明日该列 人多守杂 一定要确认分发下的剑势上 要有诸府的标识 要清晰 要明确 不要出了茬子 生了危险 大王 放心吧 我和哥哥都已经查验过 一切都已安置妥当 一会儿我们再去临终巡查 这许久没打猎了 一想明天还有点激动 这他娘的京城烦死了 每天看着那帮达官老爷 还在打哈哈呢 还顺您说好 再见这二十天 咱和您说 明日就动手 朕觉得还是有点急 回禁皇帝陛下 太后半月之前已将刺客安排在临终 一切早就准备妥当 她的意思是要趁豫章王不备 再耽搁几日恐他人看出破绽 事不可撑 可要是是找了呢 皇帝陛下放心 这些人都是死士 不成功便成人 即使死无对证 皇帝陛下太后大可无忧 陛下只需找个时机 将豫章王单独引去那附近 余下便交给我等 任那豫章王再厉害 到时也难逃天罗帝王 朕知道了 你下去吧 是 走 驾 禀报将军 一切无恙 去那边看看 是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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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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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陛下射中了 射中了 射中了 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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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妙哉 妙哉 看来此次秋烈 拔得头筹的 还得是皇帝陛下呀 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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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怎么觉得好生无趣 皇帝陛下 这是为何呢 你们这些人就算了 豫章王 你的战绩都如此 这未免千让得太明显了吧 还不如那名女将 豫章王 豫章王 臣在 朕要与你比上一比 臣不敢 你不敢 银虎 朕说要跟你比 就必须要跟你比 看谁先列的这只银虎 好 除了豫章王 谁都不要跟上来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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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儿 你去哪儿 杀 顾大人 你说此次谁能夺得白狐 谁知道呢 我想肯定是皇帝陛下 哥 大王有争 我有 因此 币 币 逼 吁 就 爪 快撤 再不撤来不及了 再不撤来不及了 快撤 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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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你 救我 皇帝陛下 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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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陛下 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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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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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叫坛衣 是 抓刺客 陛下 是 抓刺客 陛下 是 抓刺客 是 抓刺客 陛下 皇帝陛下 皇帝陛下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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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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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 皇帝陛下 快来人 皇帝陛下在这里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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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陛下 到底发生了什么 陛下 陛下 太医 太医 太医怎么还不来呀 太医 陛下 快 陛下 陛下在哪儿 太医 太医 陛下 这怎么回事啊 血色发黑 剑长有毒 这是谁干的 不知道 豫章王已经去追刺客了 护驾 熊 熊 萧綦 是豫章王的剑 豫章王谋逆行刺皇帝 陛下 剑死服辱太后牵连 豫章王萧綦 谋逆行刺皇帝 众将士听我号令 立刻兵分两路 一路包围宁朔军营 令一路立即随我 追击萧綦及其部下 一旦追上 隔杀勿论 跟我走 是 陛下 不行 剑伤太少了 这里不能拔剑哪 快 快回大营 快 陛下 陛下回大营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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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示住陛下 快 快 陛下 快 那边扶住啊 快点快 走啊嘞 陛下 陛下 快 陛下 快 快 快 大王 你受伤了 我好像中毒了 那要赶快回去医治 来不及了 不能让他们跑了 可是 不要 大王 前面是围场之外了 咱们不了解情况 如果刺客真的有备而来 定在前面涉附 确实不能冒险 快 陛下 回去调兵 速来支援 我不 陛下 我就不 每次真正有危险 你们就把我踢开 这次想都别想 更好空大王还中了毒 我一定要跟着 小虎子 在 回去调兵 断命 快 别再两个了 此去 一定会有埋伏 各自小心吧 出发 走 别再把追踪自可置前方山谷 恐山谷有埋伏 要求增远 恐山谷有埋伏 要求增远 恐山谷有埋伏 要求增远 追 爹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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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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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小心 跑 梦中一年你硝烟如花 此曲线已怒骂 归来因你温雅 谁难舍放不下 等沧海熄进了千花 与你花千月下 因为你此生才不少 繁华 等于海 风烟淡花 天涯 庆祝回家 我们再 相约于春秋 冬夏 为你我 相逢是 那一刹那 用一生 的步伐 去挣扎 去牵挂 终为你 你已懦人 舍别 天下 等沧海 拾尽了千花 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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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 天涯 在澄泥 中秋冬夏 冬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